嗯 這時候這時候就要重開一下 為什麼變大 通常要重開才ok 趁那個重開機的時候跟大家宣布一下 明天有那個on conference 那請大家到三樓去看一下題目這樣子 那幫每個題目增加一下人氣 這樣我們還可以決定明天的conference 明天的on conference會是哪一些session 那如果你有題目要跟大家糾團的話 那也可以去那邊看一下 在三樓的那個牆壁 等他開機喔 那個剛剛有一些問題我這邊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其實Gluster它是User Space的 那通常HPC用的希望快的話 要更快的 就是Kernel Space 可是在虛擬化的時候 如果你又要把Kernel Space的東西 塞進支援虛擬化的東西的話 你會遇到 要同時support虛擬化 要同時支援Kernel Space的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會很麻煩 所以目前來講 我剛剛本來很想問喔 不過因為人太多了 我想說後面再來問好了 因為我不曉得OpenStack 是不是有support 像LAST或GPFS 像我們通常在做HPC的人 大部分會用Kernel Space的來做 那個效能才會是快 那另外我要提一個觀念就是說 其實這些虛擬化的東西 它基本上如果你要做大量Io的話 用這種用那種串法 而且就是User Space 基本上還會慢 所以其實真正對大家講 要考慮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Io要搭配你的CPU Channel 整個你要看一下你的CPU 能不能吃那麼多Io 不然它再快你也CPU也吃不了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用氣餓龍來打造多人HEP的重擊喔 那時間關係喔 感謝大家餓著肚子先聽我講 我希望看你能不能趕個20分鐘把它講完 快的話應該十幾分鐘就可以了 今天關火車關火車 那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國網中心的王耀聰 那我是教他天空Pierre的 所以我是唸電機但是我是做資訊的人 很奇怪 那我大部分Costcap在講 那個三個使用者 就是使用者 推廣者跟開發者 那我算是行動薄弱的開發者 所以我的東西你會發現 我會跟你講可行 但是我還沒整合好 所以今天的可能 你可以拿到部分Source Code 但是它沒有整得很好 那今天大概分三個部分跟大家介紹 第一個部分是那個重擊部署的部分 那第二部分是介紹像器耳籠 我們國網中心開發的器耳籠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 可能對大家都有用 就是再生農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重擊的 那個鋪屬工具 那我相信在座應該有很多 應該是算是Programmer Programmer你如果坐太久會 生小孩喔 那我比較偏向那個吹冷氣的那一個 就是坐在那裡管很多機器的那一個 那當然我相信對大家來講 你要當Programmer某種程度上 你要學一點點是那個Administration的 那實際上現在如果你要做雲端的話 其實系統管理者這一面的需求 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除非你要開發的是Apps的部分 那相信大家如果有在實驗室裡面 管過很多台機器的話 又想要見重擊的話 這是以前的做法 就是你先裝一台 然後用Ghost的那一種軟體 然後把它備份好幾台 然後再一台一台進去改 這叫土法煉鋼法 那以前最早我是學這種做法 但是這種會很麻煩就是第一個 今天實驗室說我要再加一個人 那你要怎麼加帳號 一台一台再加一次 那第二個 有安全的問題 你有一百台你要升級一百次嗎 這是比較麻煩的事情 第三個你要運算的時候 你的家目錄 這幾台都沒有串通的時候 那你還要想辦法 叫使用者自己去call資料 其實基本上是很麻煩的事情 那第四個問題是你的設定檔 你的設定檔只要你要做調整 那怎麼樣讓它可以這麼多台都同步 這也是一個問題 那像雅虎他們在部署Hadoop衝擊 是號稱是四千台 那難道你要用這種做法嗎 絕對不是嘛 一定會有工具 那工具是什麼 那我介紹一下一個概念叫做Single System Image 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在做大型的重擊部署的時候 我們用的工具 那實際上它也開發很久了 那它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叫Image Base 一種叫Package Base Image Base的話就是說 有點像第一種做法 只是它先把Image背起來之後 它會幫你把Configuration也一起撒 根據機器不一樣去撒 那比較典型的 比如說像那個Oscar Oscar在大型的重擊裡面用的比較多 那它比較合適用在所謂同質性的環境 也就是說你的硬體差異不能太大 你的硬體差異如果太大的話 那你的Image copy過去 你總不能把WindowsImage 扣到Mac上去吧 所以硬直我們談的 同質跟硬直最主要就是說 你的CPU不能差太多 那所以Image Base有它的缺點就是 你如果是硬直它會沒辦法做 那Package Base它比較合適用在硬直環境 也就是你可以因為它是用套件的方式在裝 所以呢它可以根據它的硬體不一樣來做改變 那比較常見的像FAI 這是在Debian底下的一套 那我們的DRV有屬於這一套 但是我也可以跟大家講 上面列的這兩個SSR 現在都比較少人用 現在在業界用的大概就是會用像CF Engine這一種 那是企業等級的 那它就是可以部署上千台 同時它會幫你部署上千台 那所以就是給大家一個比較表 那大概我們今天會介紹的是DRV 我們最主要就是訴求說 第一個如果很多以前在做部署的時候 還要額外再架資料庫才可以做部署 那現在我們只是希望說 用蝴蝶的方式可以 又不用架資料庫 然後它就可以做那個部署 然後也不會特別綁Distribution 這是我們的訴求點 那簡單來講企業龍是什麼 它的全名叫Distless Remote Boiling Ninas 我們簡稱DRV 但是這個字很難記 所以我們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叫企業龍 所以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Pinguin Z 那簡單的來講 你可以想像成說 你原本你的電腦上面 你的硬碟是用ATA排線 SATA排線插在硬碟上 那你現在可以想像 如果你有40台機器的話 你的硬碟是用網路線 直接接到SERVER的硬碟上 這是它的基本概念 那這樣的好處就變成說 管理者他其實只要裝好一台之後 其他的就不用設定那麼多 那這樣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你加機器的時候 只要動設定檔就加上去 它只要用網路開機就可以加上去 這樣有它動態的好處 那目前來講 今天我要談的是部署Hadoop的環境 那在目前Hadoop官方有談到的部署軟體 大概就是除了我剛剛提的CF Engine 或者是Puppet 那個是另外一個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Tool 那比較正常會看到的是這個HPE實驗室的SmartFrog 那它也是 就是它比較麻煩就是說 你要先寫一個XML的Configuration File 把你要做的這種Configuration的部署模型 先用XML做描述 描述完之後 它就可以做那個幫你去灑 但是它也是需要架一個資料庫 所以我想各有好壞 那我介紹一下DRBL的那個開機原理 如果大家 就是說 以前都是用圖法鏈鋼寶在做的話 你們可以考慮一下就裝這個 然後 你就不用 你可以實驗室的電腦 晚上沒有人在用的時候 你把它切過去 用無碟的方法 那這樣你也可以有一個 一做自己的重擊 那 大致上 步驟很簡單 安裝上就是 你先裝好Linux 所以你喜歡挑哪一套 我們 網路上有介紹就是 我們有支援拿幾套 那個Linux Distribution 那你把DRBL的Package 下載下來之後 它會幫你做幾件事情 就是它會幫你裝 架重擊所需要的東西 比如說NFS TFTP DHCP SSH NRIS YP NRIS跟YP 是為了解決我剛剛前面講的 帳號整合的部分 那NFS 是為了share大家的 加目錄這一類的 那 TFTP跟DHCP 是為了網路開機用的 那這些步驟 基本上 我們把它寫成自動化的部分 所以你基本上 只要回答問題就可以 那 安裝的步驟很簡單 那就是下兩個指令 一個叫DRBL Server-i 一個叫DRBL Push-i 那 你Server-i之後 它會幫你產生 比如說你今天是10 你今天有20台 那它就會產生20個 configuration file 我們如果用Chrome的 大概就是你要去寫 改20次嘛 那 這個動作我們就是幫你產生 那20個比如說 ETC Hosts的那個 IP對應啊 然後hostname啊 網路設定這些 它會幫你設定好 那 其他就是會產生 網路開機要用的 開機的那個 Initial Rain Disk 跟開機用的 Kernel 那接下來要做一件事情 是要手動做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先把每一台電腦的 BIOS設成網路開機 那這個PSC的標準 基本上在每一台新的電腦 就是1992以後 搞不好就已經都會算是工業標準了 所以包含你的notebook都可以這樣做 所以你也可以把實驗室很多不一樣的電腦 用這樣的方式傳承 那 當它開機的時候 它就會優先去網路上問 問說 我要網路開機 那請先發給我一個IP 它會先去問DHCP 那它會拿到IP 每一台就會有不一樣的IP 那這時候呢 接下來 DHCP會告訴它說 接下來你應該去哪裡找開機檔案 這個是PSC的標準 它會告訴它DFTP的Server在哪裡 那 接下來 DFTP會把開機的需要用到的東西 包含Kernel 包含Initial Rain Disk 傳給Kernel那邊去 那接下來 開完機之後 Initial Rain Disk會幫你Config好 就是每個人的家目錄 包含作業系統的部分 全部是從Server來 那 最後這樣子的做法之後 就變成每一台是獨立的Configuration 它的名稱 它的網路設定 它的各式各樣的設定 基本上都是各自獨立的 你可以獨立去改 但是它其實是在Server裡面的某一個目錄裡面而已 我們把它切割成不一樣的機器 就會有不一樣的Configuration Fire 那 這種做法 有一個好處就變成說 只要你 未來要在你機器上跑的Service 只要在Server上裝好一次 未來部署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控制說哪幾台要做什麼樣的Service 那所以我們用這樣的特性 讓比如說SSH可以起來 讓Heduper的那個 Demon都可以在開機的時候就開起來 它就會自動串起來 那 我們分享一下我們建置的經驗 那 有用過Heduper的可以舉手一下嗎 算少數啦 所以搞不好你搞不清楚我今天在講什麼 那 目前來講 反正至少你們會學到DRPL 也是可以加重機 那 我們大致上現在就是 總共有21台 最早期是12台 然後後來擴增到20台 那我們就是 只裝一台Server 其他台 每一台裝的硬碟 都通通給Heduper用 每一台都不用裝作業系統 把整顆硬碟貢獻出來 當分散式作業系統 那我們裝的套件是 Quadera的Debian套件 那早期Quadera 最開始的時候 它只有RPM系列 只是我們當初有跟它合作 然後把 那個 Debian的部分也一起弄出來 那所以 它相對就變成很簡單 就變成說 你要啟動Heduper的 Service 它包含NameNode DataNode JubTracker TaskTracker這幾個角色 那你可以直接用init.d的script 來再用drb 就直接指定說 哪一台client要做什麼事情 那另外我們設計了一個 很簡單的網頁介面 那如果有些人 你們有需求說 要給使用者一個 比較簡單的環境的話 那你們可以去把那個source code 抓下來用 就是讓使用者可以註冊 然後可以透過網頁 就去連ssh 那這是 我們都喜歡取什麼龍 等一下 網頁我沒有 網路沒有要打開 不然你們可以去找那個 cloud.ncavc.org.tw 我們旁邊會有很多龍 企鵝龍 再生龍 龐克龍 萊夫龍 黑度龍 簡單龍叫easy 我們希望集13張可以做普克牌 那這是它的架構 那基本上就是會有linux 然後裝drb 那上面大概就是裝heduper 然後裝ganglia 做狀態監控 然後裝我們寫的register 給大家去可以做帳號的申請 那這是它的軟體架構 那如果你要source code的話 請直接到svn去拿 然後我就不特別點這個網址了 那介面是長這樣 就是其實手工刻出來的不會太漂亮 那如果很多人在問我們說 那個z10為什麼是applet的 那個有改過 而且我們怎麼讓那個 帶帳號密碼進去 那個你可以直接去把那個架檔直接下來下來 你就可以用了 不要再跟我要source code 因為那個tube過 架檔直接都可以用 那如果你要z10的原本source code 你可以上那個 你可以search z10 它反正就是ssh的applet 你可以把它箱在網頁裡面 那它就可以做ssh連線 這樣對使用者來講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未來我們想要把它改成html5的部分 會比較簡單 那狀態監控的部分是用ganger 那這個在重啟環境裡面 算是蠻常用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想要做一些 像剛剛節能ID球 想要知道一下那個CPU使用狀況 實驗室的CPU使用狀況 你們可以把每一台都裝一下那個cine 就是ganger的cine 那就可以記錄一下 那個大家電腦試用的情形 那分享一下一些經驗 就是用盜件的方式是比較好 因為變成說 你可以獨立去控制每個service 誰要開誰要關 所以它會變成說 開關機的時候就比較簡單一點 那自動它會串起來 因為hadoop有一個特徵就是 你加一台 然後那一台只要configuration 檔是對的 它連上data node 它的data node的容量就會加進去 那這樣就可以 像我們最早只有12台 那後來因為台大有一個學生在抄我們的機器 抄到一直都掛掉 所以就把它增加到20台 那等一下要講這背後的故事 那對我們來講很簡單 我們根本都沒有額外在裝系統 我們就只是去跑drb script 把原本的12改成20 那剩下的它就全部都加上去 這樣對我們來講管理上很簡單 那大家都會見hadoop重機 應該說很多人只會見單機的 那有些人可能拿兩台虛擬機器 但是你們都只做到單人版 那多人怎麼辦 那這邊分享一下 用drb可以幫你建多人帳號 為什麼我們現在hadoop上面 可以有1999個帳號 是因為我直接用這個 它有內建一個script 你可以用這個useradd的方法 幫你建大量的帳號 那所以我們就建了199個帳號 那為了要多人環境 你要確保一些安全性 所以除了local file system 要做安全的全線設定之外 Hadoop的file system 它一開始的雖然有全線 但是它的全線沒有那麼嚴格 所以我們還有額外再進去 第一個要幫使用者見home目錄 然後第二個要把全線改成 每個使用者自己可以讀 其他人不能看 不然的話 那個做研究的人很怕 他上來用我們的公用衝擊 他怕他的東西被別人偷走 所以我們會去限制說 只有這個使用者自己可以看 那另外兩個經驗分享就是 最開始我們在用hadoop的時候 我們想說hadoop應該就是 分散式檔案系統的hdfs最重要 我們就把整顆硬碟都切給hdfs 可是後來發現這樣子效能不好 因為我們用無碟的做法 變成說所有在做寫入的動作 又寫回server去 你有20台就有20台同時 concurrent寫進去drb有server 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後來就變成經驗上 經驗法則就變成我們要把硬碟切割成3塊 一塊給mapreduce用 也就是運算的暫存檔 要放在指定的mapreduce的部分 那剩下再給hdfs用 還有一塊很重要是我們試過 就是因為hadoop的特性 他會吃很多記憶體 那造成說他如果遺體不夠的話 他會吃到swap 那無碟的狀況 如果他吃到swap吃到太多的話 他會很容易當機 所以呢我們後來就在server上切一塊 比較大的swap partition給他用 不然的話 早期我們是用swap file swap file只有2G的size上限 那他變成說他超過那2G的時候 他就整個會crash掉 所以這是一些經驗 如果你們後續要建一個營運用的話 那這個經驗可以學一下 那目前來講這整個步驟 我把它結合到原本DRP有一個live CD 那如果有興趣去看一下比較舊版本的話 YouTube上有一個影片 他會用我會demo說 用一張live CD 放進去一個虛擬機器 然後另外兩個虛擬機器完全沒有硬碟 他們是在網路上是串起來的 那之後 跑完script之後 他就會 兩台虛擬機器 另外無碟的虛擬機器開起來之後 他就會串起來 變成hadoop的衝擊 所以你開更多台 預設DRBL live 是40台 所以實際上你是可以在電腦教室裡面這樣做 你就去下載一個光碟 然後把電腦教室每台都設成網路開機 每一個都接在switch上 然後開起來 它就會變成hadoop的衝擊 講得很簡單 還沒有把介面整得很好 所以可能你們還需要一點背景知識 那剩下一點點時間 我就分享一下那個背後的小故事 就是小硬碟搬到大硬碟 我們現在在服務的那一批機器 大概是四年前買的 那剛開始的時候 大概你可以想一下 你四年前的硬碟大概就是 比較久一點可能就一百多到三百多G 那最近買的應該都可以到一T到1.5T 那Hadoop的東西我們又希望說 不要叫使用者說去把他們資料搬走 我們希望維護它原本的東西在硬碟裡面 所以我們就用再生龍來做 那再生龍是什麼呢 它就是拿來做備份 也就是請不要再去倒call ghost 你有open source版可以用 你去倒call 等一下它的學校被那個被機查到 還要罰錢很麻煩 那你們可以去抓來用 它有live CD可以用 那我們當初就是希望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後來去買的1.5T的硬碟 那希望把300G的裡面的所有東西 原封不動搬到1.5T去 而且是直接幫你自動放大 所以呢這樣做有一個好處就變成說 基本上我也沒有什麼痛苦 我就是跑一次再生龍 然後把320G的直接變成1.5T 那如果你們有這種需求 比如說notebook 每次要備份或是覺得你現在硬碟不夠了 你就直接去買一顆新的大顆的硬碟 然後去跑再生龍記得打開這個option 就是減R的option 現在是擺D4是on的 那它背過去之後就會變成是 直接幫你依據比例放大 那這個應該是大家都會用得到 好 那這是今天的分享 好 謝謝 謝謝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Jazz的 那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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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快一點 剛剛聽到硬碟分三塊 然後swap的部分也是放在 那一顆 還是什麼 上面 我們現在裡面有兩顆硬碟 那 目前我們切法是第一顆切swap 跟hdfs 那第二顆切mapreduce 就是以前小顆的那個320G給mapreduce用 那大顆1.5T就是把原本舊的放大上去 然後就是切一塊 特別再切一塊給swap用 那 Master還有Slave他們的硬碟需求會多高 就是 Hadoop的硬碟需求大致上就是 你的 Nemno那一台的記憶體要大一點 其他就還好 大概是 同等級 我們目前是8G 官方建議也是記憶體要8G 8G以上就夠了 還有問題嗎 OK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謝謝Jazz 然後大家可以吃便當了 終於 那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找他 他應該會在會場那邊晃來晃去吧